提到泰国,很多人会想到人妖,现在,去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很多,据说,每年去泰国旅游的人突破千万了,很多中国游客到泰国旅游,是想看看泰国人妖到底怎么样。 不少游客对泰国人妖都感到好奇,但是,他们对泰国人妖并不了解,泰国人妖外表看起来妖魅动人,非常的光鲜,其实,不少泰国人妖都是因为家庭贫穷而选择做人妖的,当然,也有不少男性因为个人的爱好而选择做人妖,很多人都疑惑,泰国人妖是男人还是女人,他们是站着和蹲着上厕所的呢? 泰国人妖是男人通过手术和药物,让自己看起来很女人,实际上,泰国人妖还是男人,在泰国人妖是很受尊重的,就算他们去男厕所,其实也没什么不对的,不过,如果你是外国游客,在男厕所见到一名妖艳的人妖美女,你肯定会怀疑自己走错厕所了,泰国人妖的寿命都不长,因为长期不用磁性激素药物,所以,很多人在三十多岁就开始衰老,泰国人妖的寿命,平均在泰国人妖, 在三十五到四十岁左右,泰国人妖的衰老非常的明显,到了三十岁,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粗糙,毛孔会变得很大,声音也会改变,游客在泰国见到的人妖,年龄大部分在二十出头,泰国人妖要持续服用药物,如果停药了,男性特征就会显现,而无法继续表演,泰国人妖的处境也非常的尴尬,他们很多都不能娶老婆,也不能把自己嫁出去,停止药物后, 就无法继续表演赚钱,而没有了收入,所以,泰国人妖的处境还是很悲惨的,他们有的会选择出家,有的靠政府救济生活,所以,虽然泰国人妖很受尊重,他们在舞台上也很光彩要人,但是不能表演后,没有家庭,也没有钱,孤苦无依,生活还是很艰辛的。